新加坡红十字会将运送第三批总值6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 协助受尾巴冲突影响的卡萨居民 摄纳红十字会表示将同埃及红新约会合作 为卡萨居民提供每日膳食和医疗用品 9名红十字会的义工也会飞往当地 红十字会通过位于埃及北西奈省的紧急人道主义厨房 为卡萨居民提供膳食 目标是为至少7000户家庭提供每日膳食 食品供应如米、面粉、盐和油等将被运往卡萨 可为9000多户家庭提供支持 当英国红红十字会提供人工厨房 我们也挺支持 急救箱、血压测试仪和其他医疗用品将被运送到卡萨的医院 这些物品是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要求提供的 一名义工将派驻埃及达两个月负责监督协调工作 另外8人则会留在当地一周星期天回国 红十字会在较早前的批次中运送了总值超过20万美元的物资 主要是医疗用品以及近200个便携式滤水器